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陈宗伦越走越近 只能回头跟李婉倩组CP 孙星在跟陈宗伦的竞争中同样已经败下阵来 最终陈宗伦和金家月组成了肉粽CP 实现了双向奔赴 就算节目组特意把mini date约会放到最后 基本上也是无济于事 约会的嘉宾最多走个过场 彼此胆诚相待 好聚好散 因为在告白夜不出之际 嘉宾们距离当初录制节目已经过着好几个月了 四对CP线发展如何已经被网友曝光的差不多了 这直接导致节目收官告白夜一点学年都没有 唯一的看点或许就是告白的画面甜不甜 会不会上演令人尖叫的牵手 亲吻等名场面 所以到底值不值得提前直通受惯剧情 观众自行斟酌考虑 两对CP线下偶遇 官宣文案成为最值得期待的事情 日前预言CP李聂双语和张根源不仅空降 超话陪粉丝老家长 而且同框陪看了最新一期节目 在官方录制的画面中 张根源的手很自然地放在李聂双语的大腿上 两个人不仅沉浸式地客气自己的CP 还在陪看过程中打情骂俏 依然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 由此可见预言CP合体营业已经成为常态 尤其是两个人线下经常约会 有许多网友都偶遇过他们 甚至晒出了跟他们合照的照片 令一众粉丝羡慕不已 肉粽CP陈宗伦和金家月同样是发展迅速 节目中虽然是刚刚播放到两人 他们俩产生粉红泡泡的互动情节 两个人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告知全世界 线下各种出桌撒糖 更播的照片尽管没有同框出现 但是都是以两人的视角拍摄的 重点是同一时间同一场景 而且两个人也被网友偶遇过 照片早已在网上疯传了 所以说预言CP和肉粽CP的告白页里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悬念 网友反而对他们的官宣文案更加期待 希望能够欣赏到恋宗天花版的小作文 雪球CP被爆分手 除了现实生活中发展稳定的预言CP和肉粽CP 6万CP郭浩然和李婉健 据说也是进展的不错 有网友透露 郭浩然甚至已经住进了李婉健家里 最令人难过的是雪球CP 日前有熟悉薛哲阳和王秋仪的网友之言 王秋仪因为薛哲阳私生活方面的问题 向他提出了分手 也就是说收官告白页商项奔赴后 两个人回归线下就分道扬镳了 实在是令人唏嘘 在节目中 王秋仪从始至终对薛这样坚定如一 从未动摇过 哪怕是薛这样摇摆不定 态度不够明确 他依然默默地用自己的方式 陪伴着他 喜欢他 直到他对王秋仪产生好感 并且也变得主动起来 两个人的关系渐入佳境时 观众也会被深深地感动 因而节目播出时间 相关薛哲阳的人品问题 舆论从未消停过 王秋仪不可能不在意 而且两个人很少互动 分手知识还真是把九不离十了 心动的信号物仅仅录制21天 接触时间太少 相互之间都存在了解不够深的问题 而且被局限在特定的环境里 大家并不了解彼此 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状态 所以只有回归线下 真正交往后 才会知道合不合适 所以CP能否成为现实情侣 亦或者是和平分手 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对不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